今天我来转述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写的 有个女人她勤奋善良 不到40岁就打拼出一片天地 让家人过上好的日子 她是一个孝顺体贴的好女儿 也是一个贤惠的好妻子 更是一位慈祥的好母亲 然而她没有兼顾好自己的身体 而身患重病 老天也并没有因为她是一个 所有人眼中的好人而放过她 最终还是把她带到另外一个世界 女人想我生前也急得行散 时候应去天堂 可是却被上帝一脚踢到了地域 女人摆施不得其解 于是去天堂找上帝问亲原委 上帝将她带到一个 可以看到人间百态的三片窗 女人从窗望下看 清楚地看到了 第一片窗口 由于自己生病离开 连迈的老母亲 不得不去捡垃圾糊口 第二片窗口 丈夫开心地搂着年轻二婚老婆 再也不管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第三片窗口 看到心爱的两个孩子 因为无人管教 学习也越来越差 还因为无力支付高昂的学费 招受同学们的排斥 与嘲笑 女人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心却在滴血 这时上帝说话了 因为你的离去 你的至亲至爱 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在人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凭什么你该敬天堂 女人哭着说 上帝啊 这不公平啊 不公平啊 从小到大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爱别人之前 一定要先爱自己啊 上帝说 只有健康的人 才有精力去关爱别人 才能够给家人遮风 挡雨 说完 上帝一脚把她踢到地狱去 女人不甘心 悲戏的喊声在回荡着 其实 不管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首先要散戴自己的身体 真爱自己 才能热爱生活 热爱事业 所以 我的朋友们 再苦 再累 为了家人 适当 停一停 休息 休息吧 没有了身体 一切都是浮云 把这故事 送过 所有辛苦 奔波的人 一定要时刻 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好了 故事叙述完了 谢谢大家的聆听 别忘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